林依晨作为甜心女王 在当年也是不少少男心中的女神 不管是在天外飞仙中调皮的七仙女 还是恶作剧质吻中傻傻的原相情 一直到现在其中的场景都还能在脑海中回放 可是在镜头中一直非常开朗的她 在小时候也是经历了很多苦楚 她五岁时就被父亲一起 家里的重担全部落在了妈妈的身上 所以常年都是用信用卡来应急 不过利滚利让当时的家庭签向了500万的债务 2000年林依晨得到娱乐公司的赏识开始正式出道 然而所有的努力在林依晨身上并没有白费 让她爆红的天外飞仙 赢得了不小的关注度和人迹 同年又凭借恶作剧之稳荣的偶像剧冠军的宝座 也彻底让林依晨还清了500万的债务 可是也经过将近10年不间断拟命 在2008年时就被检查出脑袋里面长了两个米的囊种 好在经过手术成功恢复 不过在她开朗的笑容中 还真难看出她曾经经历了那么多磨难 而在这一次的成功也同时让她融合了爱情 在一次年还得到了富二代林依晨的求婚 两人欢呼的感情也十分的甜蜜 不管怎么说林依晨能收获爱情 那也是很多粉丝愿意看到的结局 如今林依晨过去这么些年还非常可爱 希望之后能有更好的作品出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